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写赵顿和世纪两位大夫劝谏晋宁宫的事情 那么晋宁宫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对这样一位君主进国的大夫赵顿和世纪 第一是终止赶建 就是不畏惧杀头的威胁进行劝谏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表现出赵顿忠于国事的品格 这里面君是动词 君是动词 因为他受否定付词部的修持 那么君做付词有做君主的意思 成为君主的意思 但是同时又有向君主的意思 论语里面著名的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那么就有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君君是以君为君的意思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 第二个君是用作动词 君主要向个君主 所以这里面包含了古人对于 每一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每一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他应该具备哪些内涵 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包含了古人的这样一种看法 因此晋陵宫不君 就是晋陵宫作为晋国的君主 却违背做君主的道 这篇文章比较长 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读 这一段一开始 作者先交代晋陵宫不君的具体表现 并且讲到这种表现 被赵顿和世纪两位大臣所知晓 那么他们为此事而深深的担心忧虑 那么金陵宫不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就是后连与雕强 大家看一下王立先生主编的古大汉语上的注 说这个后连就是使这个赋税加重 也就是加重赋税 后连就是重连 拼命地搜刮 明指明膏 这是后连 下面这个腰墙是画墙 在这个墙上做各种各样的装饰 彩绘装饰 这个雕字 这个柱很有意思 说一本做雕 那么这两个雕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这个正文里的这个雕是从山 我们曾经讲到过从山的字 这个山是用这个毛笔来画 这座山 所以从山的字往往是跟这个修饰 装饰 史漂亮 这样的意思相关 这两个字 一个是从肉这个优生 一个是从山优生 所以这个字是自行竖修以上的修 是干肉的意思 这个修是修饰的意思 装饰打扮是美丽 是看起来赏心悦目 这叫做修 大家考虑一下还有哪些字 从这个山 从山的字都是跟这个装扮有关系 文质彬彬 这个彬是文和质兼美的意思 所以从山 这样来说的话 雕墙这个雕 表示画的意思 装饰的意思 从山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写成从 这个从锥的这个山 这个雕呢 无论是从锥还是从山 它们的生旁都是一样 都是舟生 舟是生旁 有时候说这个舟和雕 好像这个声音差别太大了 但是它们的上古音是相同的 所以碰到这种地方 就应该去查一下汉字古音手册 或者是查这个王里古汉字典 关于这两个字的声音的说明 好 我们还是要求助于说文解字 来解决这个雕字的问题 说文说这个雕是卓文也 所以卓文就是在一个物体上面 添加各种颜色的线条 使这个东西看起来更美丽 这是卓文 专业才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雕 是从玉周生 《诗经大雅》里面说 锥着其章 毛传说 这个锥就是雕的意思 所以锥着其章就是雕着其章 章就是 花文 所以文是花文 章也是花文 黑之而白章的章 那么这个地方用锥 很明显是假借用法 这个锥应该是 通这个 这个雕 对金属的器皿而言 叫做雕 在金属的器皿上面 添加各种花文 这叫做雕 如果在玉器上 添加各种花文 叫做镯 这是毛传的解释 对毛传的解释 段仪才指出来说 这个锥 雕也 应该是写成这个 治愈也的这个雕 凡雕着之成文 雕着之成文 叫做雕 就在一个器皿上 那么通过雕琢 彩绘等等 各种不同的手段 使它显示出 美丽的花文 这叫做雕 所以这个字 从山 那么到现在 到段仪才的这个时代 如果写雕的话 就写成这两个雕 而这个雕呢 就被废弃掉了 不再使用了 通过段仪才的这个解释 我们知道 这个雕子 不仅仅是跟这个 大雕的雕 有关系 同时呢 还有从玉 周生的这个雕 从玉周生的这个雕 那么这样就有了 三个形体 这三个形体是什么关系 这三个雕字 王力先生的童原字典 都收了 他列了三个字头 一个是 这个雕强的雕 一个是同玉周生的雕 还有就是这个卓 他认为这三个字都是 同源字的关系 而 在这个雕强的雕后面 括号里面 写了 从锥 周生的这个雕 又收了从金 周生的这个雕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雕字又可以写成这两个形体 是同一个词的 不同书写形式 好 我们看一下王力先生的说解 那么我是选了其中一部分 牵引说文 雕是卓文也 这句话在小这个小徐文里面 是做转文也 转是什么意思呢 转是这个在一个物体上通过雕刻 这个使它出这个阳文 这个线条是阳文的 不是刻下去 而是 凸出来 是这个画文 所以 转文就是 这个凸显出来的这个物体上 凸显出来的这个画文 这叫做 雕 汉书 董龙书转里面说 良玉不转 不转是什么意思呢 唐代的岩石骨 给汉书做柱 说 转为雕刻为文也 这次用这个刀具来雕刻 像这种地方 我不专门说明 但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 古代重要的典籍 都有谁做过柱 这也是我们古代汉语学习的 一部分重要的内容 所以期末考试的时候 也可能就请大家回答 有谁给汉书做过柱 那 到时候大家不要责怪 说你根本没讲过 像这个 我说汉书的唐代 岩石骨的柱这句话 我说很多遍了已经 那么尔雅士气 玉为之雕 就是说在不同的材料上面 增添花纹 古人用不同的动词去表达 尔雅里面说 在玉上添加花纹 这叫做雕 但是尔雅里面又说 雕位之卓 雕位之卓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雕和卓 意思完全相同 可以互逊 无论雕还是卓 都是治愈的名称 广雅士公寺里面说 这个雕是画野 这种不同的解释 只是说 怎么在这个物体上面 增添花纹 会有不同的手段 比方说用刀子刻 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手段 那么用这个毛笔 加燃料 在上面进行彩绘 也可以在物体上增加 装饰性的花纹 这也叫做雕 所以雕又可以用画来解释 黄雅的试言里面说 这个雕是漏野 左转宣夸二年 后连以雕墙 杜玉的柱 说雕画野 杜玉的柱 这是近代的大将军 杜玉的柱 那么古代 这个雕和卓 连文的情况 也很常见 王立先生举了 这个很多例子 我们就看 孟子梁皇下里面 这个例子 必使玉人雕卓之 雕卓之 就是把一块玉 通过雕卓 变成一个配饰 上面有很多美丽的画文 这是雕卓的含义 好 字易做雕 意思就是说 这个雕字 写成从山周生的雕 和写成从锥 周生的雕 是一个词的 不同书写形式 李记的少语里面说 车不雕即 这个郑玄的柱就说 雕是画野 李记王志 说雕题雕直 这个雕题不是在额头上 这个 凿刻 而就是在额头上 彩绘 淮南子本经篇里面 说这个雕卓之事 这个柱也是雕画野 不识弯弓射大雕 这个雕字 如果跟弓结合起来 这个雕弓是画弓 上面有彩绘的这个弓 就不能理解成是 射大雕的弓 王历先生说 这个字 这个雕字 又做从金子旁 周生的这个雕 荀子理论里面 有这个雕卓刻漏 处拔文章 所以仰慕于 使人们在物体上 增加各种彩饰 在这个衣服上 有各种不同的花纹 这是腐疤 那么 这些都是 使人们看起来赏心悦目的 我们今天说仰眼 这个雕子说仰慕 所以仰眼这个词 最早的发明权 应该是勋子 好 我们看一下王历先生的总结 他说这个 从山的雕和从玉的雕 十同一词 这个从玉周生的这个雕 应该是后起的一个形成字 那么这样 刚才段语 段语才说 毛传 自当做雕 其实没有必要 这个毛传说 用这个雕去解释这个锥 也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从玉周生的这个雕 是一个后起字而已 卓子 卓子 徐生解释是智玉也 《寻子复国篇》里面说 故为之雕卓 赫露 这个 柱文说 欲为之雕 意为之卓 也就是说 在欲上 把它 这个 增加很多美丽的花纹 可以说是雕 也可以说是卓 就是这两个词 本来就是同源的 尔雅诗器里面 说这个 欲为之卓 又说这个 雕为之卓 都说明这两个词的 在意义上 密切的联系 韩非子的石过篇里面 曾经对 这个人类啊 在各种不同的物体上面 增加花纹 这种做法 有过很详细的解释 就是说 这个 从传说当中的神农事 一直到夏后事 一直到这个 阴人 是怎么怎么 一步一步的演变过来的 讲得很详细 当然 这个 说话人 对这样一种 所谓文明的演变 是批评态度的 他把这种做法 叫做 赤 叫做赤 所以在每一个时代 后面都有一个词 迷斥意 我们看下来的 这是最后一段文字 就下后事 下后事终结以后 因商人 受之 接替下后事来 统治天下 作为大路 制作了大路 这个路是天子之车椅 天子乘坐的车 而见九流 九流 就是在这个棋子的下面 有九条 这个 丝做的装饰品 这叫做九流 是天子之棋 那么无论是天子之车 还是天子之棋 这些都是到 这个殷商时代才出现的 下面说这个石器雕琢 吃东西的器皿上面 也要 这个彩饰很多花纹 商琢刻漏 在这个饮酒器上 那么 刻很多花纹 装饰的花纹 好 这个其实 还没有什么 下面 白壁 饿 石 白壁就是这个墙壁 不再是土墙了 而是 把这个墙 刷白 白壁就是使壁 洁白 饿 是用来刷白的一种土 一种白土 石就是台阶 就是在建筑物上 也加了很多的装饰 音是车子里面的席子 叫做音 席是在室内 坐卧的这个席子 那么 无论是音还是席 在上面雕纹 那肯定不是用刀具去雕刻 是不是 刻漏 而是 在上面做很多的彩绘 那么作为天子 这个音商时代的统治者 如此的奢侈 因此呢 天下的诸侯国 就更多的人不服了 这个不服从 这个音商统治者的诸侯国 有53个 最后的总结就是 君子皆知文章 君子就是统治者 知文章就知道 懂得 这个装饰了 而御服者密少 更加少了 由此我们回过头去看 那个 雕墙 它的含义 它为什么是 这个金灵宫不均的 一种表现 为什么 要通过后连 才能够去雕墙 也就是说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 能够去雕墙 那的确是很奢侈的一种行为 一种举措 好 下面是从台上谈人 台是土著的高台 那么古代的这个台 用来瞭望 用来观赏 同时 这个建筑物 重要的建筑物 也都是建在台上面 这个金灵宫呢 是在台上谈人 什么是谈呢 大家看许臣的这个解释 特别有趣 谈就是行丸也 用这个弓啊 把这个丸 射出去 这个动作叫做谈 那么丸是什么呢 许臣说是 原也 请侧而转折 同反侧 这个侧字 是从人在喊下 人在喊下 那么在小传里面 呃 正写的这个 是 字 如果是反写的 就是 丸 把他反过来 就是丸 这个 人在 这个下 是什么意思呢 呃 人在喊下 许臣解释 这个 这是 侧情也 就是 站立不稳的样子 好 段语台的著说 原则不能平立 故从反则以向之 则而反复 视为丸也 就这个 这个丸呢 呃 总是不能平衡 是不是 总来 总是滚来滚去 用这样的一种意象 来造字 呃 这个 这个有的同学说 这个还比较麻烦 为什么 呃 不直接 就画一个圆圈呢 好 大家看 这是 像什么 呃 这也是丸 古文丸 是这样写的 就是 在这个 宫 这个地方 加一个圆点 这个圆点 就像这个丸 呃 所以我们 可以想见 一定还有这么一个字 对不对 许圣说 这个字 也是丸的 古字 也是丸的 古字 这个 金灵宫 不以人为本 所以从台上 谈人而 别观其 必玩 来 取乐 下面 讲这个 宰夫呢 煮这个 熊帆 不熟 没有煮熟 呃 于是 金灵宫 就把这个 宰夫杀掉了 那么把它放在 制诸本 就是 制之于本 这个制字 其实在 郑伯课段语言里面 已经讲过了 把它放在 这个 这个 竹筐里面 然后 让夫人呢 载着这个尸体 来 呃 在朝上经过 朝廷上经过 朝堂上经过 课本上 呃 有很详细的解释 呃 林宫是以杀人玩 而想 并想借词 让众人怕自己 这是孔英达书的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